要看你的指法的是你取法的部位来做决定 如果取法的部位你是取到所谓的甜蜜点 甜蜜点就是它一辈子都不会掉法的那个区域 如果取法就是来自于那个区域的话 基本上你种回去的头发也不会再掉了 但是如果你租数很多的时候 有时候甜蜜点的头发不够 你会取到别的地方非甜蜜点的时候 那有可能还会掉一些这样 这是以取法区就是公法区来决定 你之后是不是永远可以不用担心它 这是公法区决定的 然后第二点是说 如果你的头发还有原生头发 原生的头发 你也需要这个原生头发来增加这个覆盖度的话 那这些原生头发还是会继续掉的 如果你没有治疗 没有做药物控制的话 可能还会继续掉 即使是你已经直了头发 可是你的直上去的头发不会掉 可是原生头发会继续掉 5时发会继续掉 5时发号